好用的就做減貼附加強 為什麼我要放在最後面才講 因為我們前面剛剛有沒有做很多簡簡貼貼的工作 有 可是平常老師在工作也好 或者在教學也好自己整理不太好 有沒有常常簡簡貼貼 那如果說像我們剛剛配個配個還不錯 還是會幫我們記住 對不對 那要命你超過那個蛋有怎麼辦 來嗎? 或者重新開機不是沒有的嗎? 所以我有預留 你看這裡我把它拿掉 你看右下條這裡 我剛剛所做過的所有的簡簡貼貼 通通都在裡面 有沒有在裡面? 請問你會問簡貼貼這個哪些事情? 負責人質、圖片、榜案 主要就是這幾個事情嗎? 學友說要命不用拿 什麼時候呢? 要命我發現這個我還在詳細貼士 有沒有就進來了 萬一那個圖片我還要再要一次 好 我不用再重抓啊 而且很重要的是這個原理 重新開機是還在 對不對? 重新開機之後還在就很好用啊 所以有一種比較極端的用法是用什麼? 老師有沒有去過法院? 大家聽到這兩個字 也不太想去嗎? 我去過一次 我知道他們用一種輸入法叫最音輸入法 最音 特別裝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也有比較極端的用法就是把這個東西 他把它整理成類似的資料庫 比如說你看我假如這個字我常常在用 我可以告訴他 你可以自己去做資料表也可以告訴他怎麼樣? 拜託不要自動申請 永遠都會這樣 我說不要每次就還要再coup一次 所以常用的字你就把它整理起來 好 或者圖片你就把它整理起來 那下次再提進去就好了 那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哪時候沒有常常coup網頁上的內容? 你如果常常coup網頁上的內容比如說有這樣coup 請問會不會把網頁上的格子coup下來? 請問你該怎麼辦? 請問你該怎麼辦? 比如說有這樣好了 假設我要coup的是對戰 我這樣coup 我這個有貼在Word裡面 肯定格式會辦過來對不對 你只有一次機會 是不是來這邊 也沒有 連一次機會都沒有 怎麼辦 自己在設定格式有沒有很麻煩 所以一般以前我們的做法大部分會 帶哪裡去 有一個大家比較少用的那個軟體 叫做記事本 很多時候我們來這邊 過濾汆燙一下 把那個格式去掉之後 有沒有在那邊的速度再切過去 軟體 令那天麻煩 為什麼?因為這個小軟體就幫我們解決了 你看我先不管他 你來這裡的時候 你按右鍵就好 有沒有 僅用重文字貼上 但是進來啊 幹嘛還要去那邊 多走一圈 是不是比較快 而且如果萬一說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打到的資料是怎麼樣 這個資料 是我要沒有錯 可是有些東西我是還是編輯一下 不見的全部都要 你也可以 所以 這樣子就是我現在 檢貼這裡面就把他的那邊 先編輯好 按右鍵 編輯檢貼部 把內容先弄好了之後 我就存檔 下次我推上我就都是正確的版本 這樣了解吧 所以其實這個小軟體真的很好用 因為這個不用安裝 那他放到哪裡呢 在這邊 再來是呢 您在我們這個 免作軟體裡面 這個 因為放了提升工作效益篇 有沒有 這個 不用安裝 點進去之後 哪些會選擇你是哪一個版本 如果不知道 請用32位元 反正32位元 走到來都可以用 直接點擊他就好了 回家 老師 只要做個動作 因為這個動作 我們這個軟體 是不是一開機就提醒 就開始幫你收集 所以 您要做的就是在 上面按右鍵 又在升穩了 幫老師找到那個 語氣了 您只要幫他 系統開啟的時候 自動啟動就好了 只要您下次檢貼部 就會比較厲害一點點 我講不爭氣 我們要自己爭氣一點 您有這個方式的話 相信老師以後在整理之下 就相對比較簡單 預測的話呢 他紀錄的這個檢貼部 大概幾次 我應該已經做成100次 應該夠吧 最多可以到10244 但是我想 你還是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 蔡哥我認為你會比較慢 所以 你大附上這樣等你過 應該就很不錯